字幕提供 一直以來這款駕空巴士 只是處於概念構思 但是直到今天 各位觀眾 立體快巴 沒錯 全球第一部駕空巴士終於面世了 還要是Made in China 咦 中國東西 不是吧 這款巴士是為了解決塞車而設 車輛可以在下面行走 據說可以再客300人 相當於10輛巴士或者1輛地鐵 這款名為巴鐵後的立體快巴 在河北秦皇島做了行車測試 新車落地走兩公里 叫做成功 但是全面使用就 先看清楚